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OR 今天是应观众留言安排的游戏试读 跟某游戏不同,这次是真的二次元游戏了 双生幻想 这款游戏在中国还有其他不同的名称 像是天行少女、魔法大陆、神明物语等 开发商是光动游戏 其实它就是光于游戏旗下的公司 早期就是做各种换皮业由网游为主 台湾代理商是BNG Games 维技游戏 在2021年时有上架一款 由徐若萱、纳豆代言的《剑侠情缘R》 但这画面真的太复古 实在不忍直视 这边稍微介绍一下这间维技游戏 它其实是越南的公司 充办人是黎鸿鸣 看准当时网游商机 想把游戏产业带进越南 2004年时创立Mina Game 在2005年时 靠代理金山都准备要下架的《剑侠情缘》 改名武林传奇在越南上架 没想到该游戏大获好评 让公司赚进大量钞票 在公司壮大以后 也引起了腾讯的关注 双方开始密切的交流合作 腾讯甚至授权旗下的产品 QQ、WeChat 让它模改成在地化的版本 Zine 以及后来的Zero 并且公司学习并复制腾讯模式 开创影音、支付等多方产业链 也因此这间公司也获得了一个称号 越南版腾讯 那回到游戏本身 游戏在2021年5月14日开中国服 也是走练股市的营销策略 每一区都不会有太多人 稍微认真一下应该就能排前十 该款是以卡片养成结合部分放置为主 美术主打Live2D的例会 看上去是还不错 就只是右上角的各项客金按钮 看得不是太舒服 玩法上其实蛮休闲的 推进度、爬塔、竞技、工会 甚至当下你可以退回到主界面 同时进行多项任务 直接直接省下来 但玩法上还是老套路 没心花样 而其实这款游戏 最初也是想碰瓷的各种游戏 取名双生幻想 应该是想直接碰瓷 游戏3G开发 目前也有台服的 双生世界 还有当初 北京龙泉风暴开发 于2020年4月7号上架的 命运神界 梦境连结 由于中国的版号 跟内容审查等因素 于同年4月26号 在短暂的运营后就直接下架 不过后来还是浴火重生 改名为梦境重塑 目前正等待版号下来后 再次启航 而在台湾则是以 新梦境连结R重新上架 而光动游戏 可能就是发现这中间的断层 找到商机 想搞一款类似的换皮游戏 来补当时的缺口 还削一波 结果 人气散弹 游戏在宣传 广告等 也被抓出各种借鉴的问题 像是必然航线的角色 阴阳师的宣传图 Fate的人气角色Saber 瑞琳的拉姆雷姆等 这波操作也是挺魔幻的 结论 梦里寻他千百度 木兰回首 那人却成换皮立会 其实是不建议各位玩 而你就算想当休闲养成放置 也不建议课金 官方的动态在去年12月就停摆至今 只剩下TAP上可以看到罐头客服跟一些水军 骨子里太多借鉴的元素 就是摆明要捞一波 台服哪天突然被冲一个停服 都不用太意外 而立会本身是无罪的 只是被当成伤人利益下的牺牲品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很 sehr 一iges 很甚至 2 5 5 2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